玩游戏是买电脑还是用PS5这种游戏机 之前我分享过PS5的优势 这个视频我说一下电脑游戏的优势 这些优势是游戏机先天不具备的 第一条 购买理由充分 你买个PS5购买理由只能是玩游戏 你买电脑可以伪装成 上学需要 工作需要 赚钱需要 等等等等 女人们往往不懂这些东西 很容易通过 但是你想想PS5当路由器买多难 第二电脑的价格范围广 下到几百上到几万都可以装一台电脑 当然体验是不一样的 什么全新的二手的矿卡返修的水洗的 回收芯片重做的 伊拉克成色的应有尽有 甚至连鞋盒都能安排上 1000块钱装一台伊拉克成色的16手配件的电脑 网上方案多的是 有的时候装机的快乐比玩游戏还要快乐 这是一部分人群 当然还有花几万块钱装电脑的 几乎任何游戏 他们的图形设置都可以无脑拉满 不管玩什么 图形设置分辨率 无脑都拉满选最高 有这种需求的大哥也不少 还有人月入几万 花个三四万块钱弄个溢价的RTX4090 也没问题 而且只打英雄联盟 那就更没问题了人家愿意 但是还有人他没钱 贷款借款 咬牙硬上RTX4090 这个就不推荐了 虽然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大家各取所需 这种还是老老实实先赚钱 先别上4090了 其实3000块钱的电脑也符合他的需求 既然说到价格 我给大家推荐两套配置 目前2022年12月 基本上用电脑打游戏的都够用了 第一个便宜的 3000到4000多块钱 电脑主机 适合玩1080P的所有游戏 配置是12100的CPU 搭一块1660S或者2060的显卡 第二套 价格是五六千块钱 或者六千多一点 这套配置可以在2K分辨率下 几乎同吃所有游戏 配置是12400的CPU 再加一个6700XT的显卡 或者上一块3060Ti的显卡 这两套配置 目前来说适用于 我敢说95%以上的电脑游戏玩家 抬杠的不算 说我必须得是4K拉满 那个不算 有那种需求的 你直接准备三四个W 用电脑玩游戏第三个优势 那就是电脑能玩游戏的数量大 覆盖广 远的就不说了 最近30年 光是电脑版本的游戏 也就不计其数 数不胜数 有正版 有学习版 还有老游戏机 老街机的模拟器 从FZ到超人 再到NS模拟器 从索尼的PS1到PS3 各种街机 老游戏 就不用说了 应有尽有 甚至最近几年的 PS独占游戏也都在陆续登录PC 虽然有很多新的独占游戏 目前没有上PC 但是上PC是早晚的事 只需要等就可以了 另外PC也有大量的PC独占游戏 只有电脑能玩 主机是不能玩的 比如英雄联盟 帝国时代四 命令与征服 等等等等 这种还有很多 而且很多游戏都可以打MOD 第四 电脑玩游戏 这个游戏很便宜 比如最近新发布的 那个全平台游戏 极品飞车22 PS5版本是500多人民币 电脑版 Steam版才200多块钱 另外 每到节日 Steam平台 经常会打折促销 比如我买过 30多块钱的U13 甚至还有最低的 只有几块钱吗 还是十几块钱的 极品飞车21 这都不算什么 那个iPIC一保 商城几乎每周 都会送一些小游戏 每到年末 最后的那15天 每天还会送一款游戏 今天送的是死亡搁浅 从刀剪板变成了标准版 明天送暗影火炬城 我已经从iPIC上面 领取了三年的游戏了 但几乎没怎么玩过 虽然我不玩 但是不能不领 电脑玩游戏的第五个优势 那就是电脑设备的 基数大 好传播 不论是在国外 还是在国内 电脑PC的游戏 玩家的数量 都是比PS5 Xbox主机玩家 要多的 多很多 和身边的朋友 同学 一起交流游戏 玩游戏 也是挺有意思的事 但是吧 电脑游戏用户虽多 也不如手机游戏用户多 这个比不了 第六点 那就是电脑的多用途 玩游戏 只是电脑的 其中一个功能 一个应用 电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我们可以用它来上网课 日常办公 写文稿 修图片 做视频 刷刷剧 看看片 都可以 至于说看什么片 我就不追究了 虽然我说了很多电脑游戏的优势 但是如果小白用电脑玩游戏 要避免两个大坑 一个是电脑组装的大坑 容易被大猛贯 简单的说 就是钱没少花 甚至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机器 配置却很差 这就是被人坑了 特别是熟人 但是这种熟人 是那种拐弯的熟人 不是自己家的亲戚 电脑小白同学 最好多花点时间 花点精力 好好学学 多看看视频 网上有很多 最关键是 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靠谱 省心的这种装机平台 没有一个很多人都公认的这种平台 如果有 你们可以打到弹幕或者评论区 小白用电脑玩游戏的第二个大坑 那就是电脑使用坑 假如说 如果每天你有10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准备玩游戏 我估计最少得支出个5个小时 来折腾电脑 剩下5个小时 才能专心享受游戏 骨头电脑都骨头什么呢 比如电脑使用优化 还有图形设置优化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 之前在PS5优势那集视频里面讲过 用电脑玩游戏 你想省心的玩游戏 得花大量的时间精力 在折腾电脑 给它优化好了 所谓的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怎么把这个电脑 磨得特别快 特别好 磨好了之后 才能玩游戏 那最后说说这个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虽然也可以玩游戏 但是要玩好了 得需要高性能的配置 这种高性能的配置 笔记本价格都很贵 另外这种高性能的芯片 它产生的热量很大 这个笔记本的散热模具 就要很大 那这个笔记本的体积 就很大 重量就很重 反过来看这个笔记本的轻薄本 是玩不了游戏的 玩不了那种大游戏的 电脑玩游戏最好还是台式机 最好是自己组装台式机 多学学少被坑 上面我提供了两套分辨率的配置 1080P和2K的配置价格 目前来说是主流的 性价比最好的 如果你想唱玩4K分辨率的话 暂时我不推荐 因为太贵了 唱玩4K的响卡 估计都得一万块钱 最关键是这种响卡 在未来价格很容易降 买了没多久要降价 那心里比吃了个苍蝇还难受 另外如果你有视频剪辑需求 我推荐使用GTX1660S和RTX2060响卡起步 再低的响卡就不要选了 做剪辑视频用的电脑 不要用AMD响卡 我现在用的是一块二手的RTX2060 但是如果你纸外游戏不做剪辑 特别喜欢玩那种PS5的那种3A大作 推荐AMD响卡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给各位一些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